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台湾军队 竟然在纪念814松户会战的一个 台军称之为空军节的日子 来演奏清华日军的军舰进行曲 而且事后还找出一大堆理由来合理化 说啊这个只是演奏各国的军歌了 没有那么严重了 大家不要太过的这个紧张了 我说拜托啊 你今天演奏各国军歌 如果呢是同盟国 大家当时呢都是一致 对抗法西斯的友军 那还能够说得通 你今天竟然你演奏的呢 就是你的敌人 而且呢就是今天你纪念的814 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日子 是为了纪念当时中国军队 在松户会战英勇对抗日军 结果你来演奏清华日军的军歌 来作为庆祝 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小心 这就是故意的要来通过一个 好像呢我是纪念814啊 我也是记得这样一个空军节的日子啊 实际上他在羞辱中国军队 而且呢刻意的要把台军和这个中国军队之间的渊源给他斩断 所以呢他是大大的羞辱了当时对日抗战的中国军队的英灵 而且呢明明你要搞台独你要去中国话 你又不敢 所以呢外表披着一个好像我也纪念抗战 结果呢来恶心了当时抗战的中国国军一把 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愤慨 那么这是不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呢故意受益的 当然是 因为我们知道啊 就在814台湾的这个空军节 当年松户会战对抗日军的日子 这一天同时也是国际声援 未安抚阿嬷的日子 那么815呢就是日军无条件投降战败的日子 在这样一个日子呢 台湾当局啊却是兴高采烈的呢 去迎接了日本的政客一波又一波 串访台湾 既有所谓的这个石破帽是自民党的 也有日本在野党所谓立宪民主党的野田佳燕 先后都跑来台湾作秀 对赖清德来说啊 不要讲未安抚的这个血泪的历史 也不要讲抗战的史实了 就连最近台湾的渔民才刚刚有两艘渔船 都被日本的这个扣押 在台日重叠的海域 硬是要说所谓台湾渔民是非法越界 就连这样的一个台湾的渔民被欺负 被扣押被掳走了 你看赖清德当局啊 完全没有反应 低调的很啊 为什么 现在拍日本马屁都来不及了 想尽办法要让日本政客开心都来不及了 赖清德当局怎么敢去向日本讨回公道呢 所以现在在干嘛呀 在想象啊 说哎呀美国跟日本有美日安保啊 那台湾是不是也能够参一咖呀 这个美日安保是不是又把台湾也包含在内呀 所以要拜托拜托这些日本政客啊 讲讲你们也支持台湾的话啦 即便知道讲一讲啊 根本也不是什么正式的承诺 不管 只要有日本政客来了 讲几句啊 我们也会关心啦 我们也会协助啦 我们也会帮忙台湾啦 哎呀就可以了就可以作为啊这个台独大内宣的材料了 所以什么CPTPP 哎呦日本政客说要挺台湾呢 我们叫无比感谢 哪怕过了这么多年 讲了这么久 也根本没有真的实现的事 哎呀都没有关系 所以呢现在呢就继续了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台日是命运共同体 台日是这个好哥们 甚至啊日本是我们的大哥哥啊 极尽恶心啊 你怎么可能还就奢望民进党当局 能够为我们真实的历史 为日本人当年欺负台湾同胞的历史 去讨回公道呢 当然不可能啊 现在就是在那儿不断的想象 日本能够怎么样保护台湾 所以真是可悲啊 可怜啊 过去啊我们被美国剥虚啊 说哎呀美国要保护台湾 所以啊任由美国啊来这个对台湾予取予求 现在连美国的小弟日本都能来扒台湾的皮呀 悲哀呀